客家電視台女孩上場 第二十一屆國人自製兒童及少年優質節目五星獎頒獎典禮 今年在54個參賽節目的激烈競爭下 由客家電視台女孩上場拿下年度最佳兒少節目獎 製作團隊開心上台領獎 也向觀眾朋友推薦這部優質兒少節目 那在做這個故事的過程中 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是 其中有一位演員 他現在也是球員叫邱凱欣 他說我問他你看這部片 你會想怎麼樣跟人家推薦這部片 他說我希望全台灣的爸爸媽媽們 能夠看這部片 你就會知道你的小孩為什麼那麼喜歡打籃球 我覺得喜歡打籃球 就跟所有的藝術創作的青少年為什麼那麼喜歡 因為在那個氛圍在那個狀態下 他可以忘記所有他應該要煩惱的 然後所有的誤會或他跟所有同學之間的糾葛 或許都會在那一刻就化解開來的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他們很自由 在那時候他們勇敢 也是因為籃球他們可以相聚在一起 因為籃球他們可以什麼都不怕 主辦單位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指出 今年的參賽節目各具特色 尤其是公共媒體表現亮眼 兒少發聲獎由原住民族電視台酷娃娃獲得 客家電視台巷弄裡的極光片語獲得中加數位企業特別獎 公共電視降星降星則奪得兩大獎 兒少社會參與獎及兒少評審團獎的殊榮 此外今年也新增了促進性別平等教育獎與最佳觀眾票選獎 共頒發了七項大獎提供高達27萬總獎金 今年的作品數值都非常的高 然後今年我們有兒少評審團也是擴大辦理 所以兒童青少年不只是觀眾 他也可以參與這個主動的評審的過程 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好的節目 從16到18歲的這個節目表現得最為傑出 這是讓我們覺得很驚訝的地方 那尤其是以劇情片跟紀錄片表現最為亮眼 那我覺得在我們評審能夠引起我們評審的眼前營亮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兒少的參與 關心兒少視聽傳播環境的中家集團連續三年贊助支持 這項兒少節目五星獎頒獎活動 五星獎也在中家的支持下增設中家企業特別獎 今年度由客家電視台巷弄裡的極光片語獲獎 中家集團陳協和副總親自到場頒獎 鼓勵本土優質節目製作為兒少媒體教育盡一份心力 中家非常榮幸能夠連續第三年來贊助 媒觀所推動的兒少優質節目的評選獎項 那主要是作為國內有線電視的龍頭 我們非常關心是不是這個節目的優質節目的提升 那特別是我們也希望透過兒少來觀看這些優質節目的同時 也能夠同時提升這些觀眾兒少的觀眾們 能夠有獨立的一個意識來判斷說這些節目的優良 以及能夠提升他們的媒體素養 媒觀董事長羅世宏也感謝中家集團積極參與 並支持兒少五星獎活動 讓各界更關注兒少的傳播權 媒觀表示下界也將以多元族群融合為年度主題 期盼有更多的兒少優質節目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